在一片热热的楼鼓声中 有台东知名的义政团队 为台东线商会举办商人节系列活动 热闹开场 6号上午在南京路市民广场举办系列活动之外 还结合台东十大半手里的各家厂商业者 在会场摄摊会 行下在地优质的联合产品 对呀 画本里面有文量元素 发文元素 自然见 加上琳琅满目的商品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这里聚集了台东地区最吸引人的美食及农产品 连老外也占不绝口 看到县政府一些县商会他们的用心 可是如果说只有在我们台东推的还是不够 我是希望到西部去 比较大城市去推会比较好 因为大城市他们对我们的需求量比较大 发明台东的有机会 推广出去 到外线出去 会更好 近年来工部门与民间业者不断借由各种方式 行销台东农特产品 除了积极推动地方展售会 增加曝光度 先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 进而前进外线市 拓展专属于台东地方产品的展售中心 对台东引以为傲的各种商品 残忍持续不断的推展 并且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 获得一席之地 东台新闻张家伟台东报导 比赛 并且在市场 高小厚 又在市场竞争 区议 背景 排纱 神